老铁们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绝望吗 这个尾门都搞变形了 之前我们接了一个河 这个东家有两个鱼塘 现在要把这个鱼塘啊恢复成田地 之前我们把那个大鱼塘挖完 然后啊中途又接了几个其他河 这个小鱼塘啊就等着有空了再来挖 反正又不急 今天刚好啊 河忙完了 我们有空了就把挖机拖过来啊 把这个小鱼塘给它挖出来 我们把挖机开到鱼塘来之后 用斗去探了一下 感觉这个边上这个玉裂不是很深 我们就把田凯上面多的泥巴往中间转 把它散开 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 带大家去看一下 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大鱼塘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刚开始我们挖出来的时候 这个鱼塘里面的泥巴啊还很稀 老铁们都说没法种田 现在晒了几个太阳 表面上的泥巴已经晒干了 就中间那一块啊还有一点稀 目前这个田里面老百姓已经种了玉米苗 这个小鱼塘最里面的这个坎子上面的杂草比较多 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个杂草清理干净 杂草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就开始切这个面 田老板的要求就是这个田坎让我们给他切的时候尽量给他切窄一点 因为切窄一点他这个田的面积就大一点 田坎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收这个面 最开始我没有挖这个沟就导致这个水流进来了 我们把这个沟挖好这个水啊就不会流在这个田里面来了 这个位置田老板的要求把这个田坎外外面跟他移一点 这样他的田的面积就变大了 我们把表面上的杂草清理干净 然后啊就挖一点泥巴把这个田坎拍起来 拍完之后再把边上这个面也拍一拍 然后再把这个田坎给他切出来 这个田坎呢老板要求不需要切得很直 这个边线是怎么走的我们就切成什么样子 田坎切完我们顺便把这个面也收一下 昨天下午我们干着干着突然下大雨了 我们就勤了就等到第二天来干 第二天来了之后这个东家说 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可能要返工 今天干活之前我们还是多醒几个泥 希望不要再返工了 哈哈哈哈 返工的原因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刚开始我们打算的是在这个鱼塘里面呢 挖两个比较宽的深沟 这样呢田里面的淤泥啊就能很快的干掉 但是今天一来东家就说这个田呢是三家人的 这个沟到底是挖在谁家的田里面 或是三家人都不愿意把这个沟挖到自己的田里面 所以现在这个沟就不挖了 但是沟不挖和我们这个返工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看前面前面那个位置呢还差一点泥巴就填平了 如果说我们挖两条沟的话 这个泥巴完全是能把那一块填平 但是现在几个田老板都不愿意把沟挖到自己的田里面 就导致我们前期预判这个泥巴的时候啊 就少了一点泥巴 现在没办法我们只有返工 在之前收好面的基础上往下面降了十多公分 今天这个小鱼塘这个玉泥啊 要比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大鱼塘要深一点 这一抖子下去连抖都就看不到 今天也是做好了准备啊准备现机 虽然我们有两块干板 但是这个干板呢比较薄 这个玉泥比较深比较稀 现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现在呀我们基本上都是硬着头皮啊往里面走 我们往前面走了几米 然后又把后面这块干板挖到前面来 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挖机开到最里面来 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挖机都有一点限车了 都有一点走不动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挖机开进来就赶快把这一块给它收平 收了之后啊挖机好退回去 前面那一块我们拼完了 这个挖机啊眼看着要上岸了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挖机走不动了 先车了大家看一下前面可能还有三四米就到硬土了 但是我们挖机怎么也就是走不动了 晒了一块干板下去都没用 我们尝试把前面这个玉泥挖开看看能不能开出去 我们把前面的玉泥挖了一点 然后啊就尝试着能不能爬出去 但是我们试了一下啊还是爬不动 就感觉整个车子被钉在这里了 我们把挖机转过来把后面这个玉泥先清开 把下面的杆板挖起来 杆板挖起来之后把这个杆板呢想办法塞到这个履带下面 然后我们又把挖机转过来把车子撑起来让车子啊往后面退 因为前面呢有个推出板挡着我们往前走走不动 我们就把车子退后去把这个尾巴清理一下 我们费了九流二辅之力总算把这个挖机开出来了 当时在这里搞了老半天都差点交外缘了 这个尾门的角落啊都挤进去了一点都有一点变形了 整个车子啊都已经扶着不成样了全都是吸泥巴 挖机我们自救爬出来了 但是这个活还是要干 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把挖机往里面开 把这个面给它收出来 整个鱼塘这个面我们基本上就收完了 后面这一段呢中途也陷了一下车 但是都不是很严重 整个面我们就收完了 老铁们你们看看这个面收的怎么样 肉眼看着这个面还可以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这个泥巴 这个泥巴不多不少 刚刚好这就很棒 整个活我们干完了 就把这个干板挖到这个路面来 把这个变形的位置给它拍一拍 然后挖上我们的干板 准备上拖车啊退场 整个活都干完了 我们在走之前还是把公路上的这些吸泥巴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把挖机拖到河里面来给挖机洗个澡 好